共军集结 反其势力 习浙江之行 惊团大爆炸 中共多次狱中面口 舍至将发布不自杀生平 武汉病毒所石正丽预告 恐再爆另一场新冠病毒 乌克兰战场令人不寒而定 俄新兵平均只活4个月 网传视频显示 习近平访问义乌 即将出席杭州亚运开幕式期间 浙江嘉兴附近的公路上突然发生爆炸 爆炸声音巨大 火光冲天 浓烟如摩桂云般迅速蔓延 还可听到现场民众的惊叫声音 由于近日 习近平抵达浙江 并于23日出席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因此 此次爆炸事件引发民间热议 网友纷纷留言说 当天河北苍州也有发生爆炸 到处爆炸 有事要发生吗 最近怎么这么多地方发生不明爆炸 习在附近 中共政局近期不稳 高阶官员 将领纷纷闹失踪 中共海军参谋部前中校谣诚表示 目前军队中的太子党都被清理掉了 现在中共中央很大一部分人反对习近平 给习近平难堪 让习近平下台 很多根子出现在太子党这里 习近平本来对太子党就不满意 那么现在已经危及到他的政权安全了 所以他查太子党 李尚福是太子党 张又霞是太子党 军队的太子党基本上给习近平全部掐下去了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说 习近平对外扩张 对内独裁 这也触碰到了红二代的切身利益 特别是习近平为了铲除政治意气 进行清洗式的选择性反腐 都导致红二代中的反习力量不断集结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 9月24日在X社交媒体上写道 多家媒体将李尚福系列事件称为反贪腐 我从爆料最开始一直坚持这是一场军事政变 是派系斗争 是重新站队 更是意识形态分级主导的野蛮政治斗争 反腐败是这次厮杀斗争的靠头托词 当下就是中国庞大历史转折点 各位请系好安全带 惊悚大骗 未来会轮番上演 23日 财经网美 胡彩平在脸书发文透露 台商圈流传 中秋过后要出大事的说法 胡彩平直言 对照这两个月的情况 我感觉好像有点对 胡彩平说 自己从年中就有听到一些消息 有些台商打算中秋节回来 不再回去 要观望一下再决定 台商圈有一种 中秋过后要出大事的说法 胡彩平强调 自己不是迷信的人 但只要听到这种说法 我都会注意一下 看看这些人判断事情的依据是什么 是否可作为未来参考 对照这两个月的情况 我感觉好像有点对 胡彩平还指出 吃月饼 沙拿子 中秋一直是个酝酿事件的日子 再晚就过冬了 办不成什么事了 自从上个月看中国等海外媒体 发表了《蛇志江》对中共内幕的爆料后 蛇志江两次在狱中遭遇暗杀 但都幸免于难 日前 蛇志江透过中间人 向外发放了长1分48秒的影片 表示自己不会自杀 如果出现意外 一定是中共所为 我叫蛇志江 是中国侨商联合会前常务部会长 和国安部前干员 由于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勾罪 背锅和政治迫害 现在被关押于泰国监狱 他们想要钱送我去中国灭口 我发誓 我绝不会自杀 如果我有意外 必然是中国国安委 国安部和泰国情报部门共同所为 我一直在泰国监狱里面是非法抓捕及绑架的状态 同时我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我是这两天才知道网上流传很多关于我的不实信息 特别是说 我是KK园区的老板 和这个经营人来经营这个诈骗公司 我真正的声明 首先 我不是KK园区的老板 也和KK园区的没有任何关系 我从来未经营过这个诈骗公司 在亚太城的所有的租户及房屋购买者 要经营任何的这个项目 都必须经过缅甸克兰邦省水谷谷的当地村委批准 及军方的同意才可以经营 我和亚太集团所经营的项目 只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运营 任何抹黑和对我造谣的行为 我一定会诉诸法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克此声明人蛇智江 2023年9月20日 据知情人披露 共产党一定要杀蛇智江 因为他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他曾身处中共高层 涉及的全是部级以上的人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还涉及到很多官员向他所会 蛇智江曾通过代言人表示 他被中共利用做了帮凶 被中共带头 在缅甸搞起了一带一路 损失了很多钱 最后还被中共当成替罪羊 气死 被抹黑 做背锅侠 现在他心中无比愤怒和悔恨 他也意识到了自由和民主的宝贵 所以他现在完全站在民主自由这边 选择和中共决裂 他所有的经历证明 共产党是不能被相信的 近期 各种病毒在中国乱窜 包括新冠 猴豆 登革热 宏远症等 尽管官方一再强调病毒可控 但日前 中国最著名病毒学家之一的石正蒂 与研究团队却发出预告 全球非常有可能 再爆发新一场新冠疫情 同时 该团队也将20种新冠病毒 列为高风险 这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24日报道 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石正丽及其团队 7月在国际医学期刊 《新兴微生物及感染》发表论文 指出 他们在评估40种新冠病毒 传染给人类的风险后 发现有至少20种属于高风险 其中有6种已知能传染人类病治病 几乎可以肯定 未来将会再次出现疾病 而且很可能再次出现新冠病毒疾病 需要注意的是 该论文发表两个月后 才引起华人圈讨论 但从今年初开始 中国多地就陆续出现多种病毒乱窜 民间也早已怀疑 新冠病毒并未平息 只是官方满耳不报 如今 石正丽团队撤片论文曝光后 也间接证实 中国大陆长久以来的疫情问题 并非如官方宣传可控可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一名专家认为 这不难看出 中国去年底突然取消 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后 大陆希望摆脱这个话题 官方也有意无意淡化疫情 某些城市也早已停止 公布疫情数据 不过 鉴于石正丽的研究 具有高度敏感性 许多中国病毒学家不愿多加评论 去年9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局部动员令 总计征召大约30万名俄国公民 前往乌克兰作战 然而新入武士兵被爆 只有拿到劣质装备及有限弹药 就遭鲁莽的指挥官派上战场 致使前线新兵平均仅能存活4个半月 甚至其中有20%的人 在上战场两个月内就死亡 据《每日邮报》报道指出 冲突情报小组和俄罗斯独立媒体重要故事 对战斗最激烈地区的士兵死亡率进行分析发现 士兵们从动员至死亡的时间 竟是以天为单位 应征入武者死亡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置信 据CIT的分析师表示 2022年秋季及2023年春季 可说是乌俄冲突最为血腥的时期 CIT表示 起初俄罗斯征兵是为了停补人力 以防止战线崩溃 可是这些新兵自被部队征召至进入坟墓的记录 只有短短几天而已 而且他们至少有10%的人 年龄甚至还不超过25岁 而俄军的高损耗率 主要归咎于军队非结构化作战系统 乌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一年7个月 近期有俄国媒体人士指出 光是在网上就能够发现 28.4万份的俄军复文 乌军通常不披露自家的死亡数据 不过乌克兰国防部长 蒂茨尼克夫曾说 乌方大约有15万名士兵伤亡 因为是俄国侵侣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的平民伤亡会相当多 而乌军士兵伤亡方面相对较少 据纽约时报也因美国官员报道 自从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18个月以来 双方军队死伤总人数将近50万人 不过美国官员指出 实际伤亡数字仍然难以估算 其原因是 俄罗斯时常低估战争的死伤人数 而乌克兰也未透露正式的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